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深海200米是什么样子的 相信很多朋友对深海都很感兴趣 而我最近建立了一个深海钢 这块深海沉木中有着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接下来我们会在这一块深海200米捞上来的沉木上寻找生物 没有想到深海200米的沉木中居然有这么美丽的铠甲虾 它们是中华铠甲虾 有很多朋友好奇 这些小型的甲克力动物从200米的水上岛上 为什么还威死 因为它们体内并没有标 它们体内没有气体 而它们的壳吃过螃蟹的你都知道 它们的壳并不是非常的坚硬 相反是非常柔韧的 所以即使是压墙上的变化 也并不会造成它们的死亡 快看这个船区的壳里 躲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虾 这里躲了一只类似于撑子一样的贝类 有着出水管和进水管 忽然间我发现沉木下面伸出了五个爪子 在缓慢的摆动 这应该是一个海蛇尾 而木头当中一朵红色的花似的生物 应该是一个海洋蜗虫 忽然间我发现一只胖胖的 类似于一个小绵羊一样的生物在动 我拉近的仔细一看 好家伙 好像是一只巨鳄水尸 这个小家伙浑身布满了红色的小点 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小草莓 这个洞里又发现了一只中华开甲虾 只不过它断了一个大钳子 下一次对壳就能长出来 在深海200米的海底 这只白斑长眼寄居蟹已经开始觅食 而这只美丽的仿门寄居蟹 刚吃完饭 在清理自己的眼饼 200米的海底有许多神体的小生物 左边这个就是脚背 它属于绝珠缸的生物 而右边这个长眼寄居蟹 就地取材 找了一个脚背的壳钻了进去 脚背的移动能力很差 所以通常它会把自己埋在沙中 而这一只脚背正在干这个事儿 最后来欣赏一下我好友句号拍的 深海木落中的生物图片 我们都听过一惊落而万物声 但是没有想到一块木头 也会有这么多的神秘 大自然是非常神秘的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谦逊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儿 Strake 感谢大家收看